八十四个字 三十七小节 四十六秒 这是令每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旋律 义勇军进行曲 一百多年前 中国曾经历有国无歌的困窘 1896年 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访问欧洲 按照国际惯例 欢迎仪式上需要奏主兵两国的国歌 情急之下 李鸿章用一首七绝诗配古乐 临时充当国歌 这首寄信之作 李中唐乐 深深刺激了一个激弱大国的民族神经 1911年 清王朝首次确定国乐 拱金欧 然而六天后 武昌起义爆发 清廷国歌变成了藏语 此后三十年里 内忧外患的中国四亿国歌 上世纪三十年代 一批抗日电影 点燃了人民的哀国之情 1935年 电影《风云儿女》上映 由田汉作词 聂尔作曲的主题歌 易勇军进行曲 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 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风靡全国 田汉和聂尔是师生 也是战友 1935年农历正月十六 田汉刚完成《风云儿女》电影故事 就被以宣传赤话罪名逮捕 在电影里 田汉为主人公 创作了一首长诗 《万里长城》 诗的最后一节就是 起来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聂尔看到了这首诗 主动请音为主题歌谱曲 聂尔住的地方 连桌子都没有 好友司徒惠明 邀请他到自己家创作 他来了以后 就在那写 一边写一边唱 拿着筷子就打着筷子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很激动地唱 很投入 什么都忘了那样的 哎呀我奶奶一听 是啊 我也是个不愿意做努力的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聂尔启程到日本创作 并把手稿集会 在哪里 这位音乐天才 不幸溺水身亡 年纪二十三岁 易永金进行曲 是他最后 也是最好的作品 像一道闪电 滑坡夜空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高唱着这首歌 站起来 走出去 波兰记者埃波斯坦 把词记写进著作 人民之战 他说 这种歌曲 听一次就终身难忘 易永金进行曲 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 他的灵感 也来源于前线的勇士 早在1933年2月 聂尔到东北热河 抗战前线慰问 听到战士们激情澎湃的唱一首 易永军誓词歌 顿时热血胸炎 这支猪使 涅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 就是全国第一支抗日易永军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 三千万东北同胞愤而自救 明知血肉之躯 南抵枪炮弹雨 民众还是组成易永军 铁血团 大刀队 红枪队 工农商学人士 揭竿而起 风起云从 抗战14年 神州大帝 唱响同一首歌 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战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 领选国歌一时 被提上议程 在六百多件国歌征集稿中 易永军进行曲呼声最高 当有人提出是否因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时 毛泽东主席说 这句歌词过时了吗 我看没有 时代在变 居安思维的信念 不会变 也不能变 悲歌 战歌 凯歌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 李炮齐鸣二十八下 伴着易永军进行曲 五星红旗 徐徐升起 中国人民 站起 站起来了 历经八十二年沧桑 易永军进行曲 始终是中华儿女 涌住心底的奋进之歌 唱国歌 爱国歌 越来越成为一件充满意识感的事 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将正式施死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铿锵有力的国歌声响起 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声响起